保禄的救恩梦 保禄会去到一个地方 首先就会去到会堂那里向犹太人传道 直至他被人赶走 而他也都别无选择 要转移向外帮人传道 其实犹太人拒绝基督 也都迫害保禄 令到他十分痛心 保禄抵达罗马等候上诉那时 同当地的犹太首领 表白了他心底的百般无奈 我虽没有行什么反对民族 或祖先规例的事 却被所压了 从耶路撒冷被交到罗马人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在我身上没有找到该死的罪案 就想释放我 但犹太人反对 我不得已 只好向海撒上诉 并不是我有什么事 要控告我的人民 我仍是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 才戒上了这条锁链 因为一次又一次经历这种遭遇 保禄不断地反省 他因起爱帮人接受基督的同事 他也都不得不面对 犹太人拒绝福音的现实 犹太人 是不是从此失落在天主的恩宠呢 外邦人分沾了天主的救恩 犹太人 又可以怎样自处呢 保禄明白 若然全以色列人相信墨西亚 这样 所有人 包括移民 也都会得救 现在 犹太人拒绝了基督 向基督 say no 反而为外邦人 躺开得救之门 让外邦人 可以接受基督 向基督say yes 换言之 犹太人拒绝福音 只是暂时的事 保禄深信 终有一日 犹太人 会同天主和好 到时 就是他们重生 再一次受造的时候了 我再问 他们失足 是要他们永久跌倒吗 绝对不是 而是借着他们的过犯 使救恩 临到外邦人 为刺激他们发愤 如果因他们被遗弃 世界与天主和好了 那么 他们如果蒙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保禄有这个信念 因为他深信 救恩来自以色列 这个是天主的恩赐 同照选 天主一定不会撤回 弟兄们 免得你们自作聪明 我不愿意你们 不知道这项奥秘的事 就是只有一部分 是侧迷不悟的 直到外邦人 全数进入天国为止 那时 全以色列 也必获救 正如经上所在 拯救者 必要来自欺涌 从雅各伯中 消除不敬之罪 这是 我与他们 所定立的盟酿 那时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 照福音来说 他们由于你们的缘故 成了天主的仇人 但照照选来说 由于他们祖先的缘故 他们仍是可爱的 因为天主的恩赐 和照选 是决不会撤回的 保禄归于基督之前 同之后 都深信自己的同胞 切望全以色列文 都能够得到救赎 与此同时 他也都致力 向普天下传阳福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干 凉